许多家长都不鼓励孩子玩电子游戏 觉得可能会耽误学业 但是本地一所学校却反其道而行 他们引入了时下相当受欢迎的 模拟人生电脑游戏让学生玩 还说能够让学生提升语言水准 和新动网编导黄志豪一起来了解 学校一直以来玩的禁地 更不用说在学校看到所有电脑游戏的出现了 可是在最近本地学府却有一股新的趋势 那就是将电子游戏移植进了学校电脑室里头的电脑 而且更利用上课的时间让学生来进行游戏 这当中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目的呢 最期的好看科技就要带你来了解一下 模拟人生Theme2 是陪华长老会小学四年级华文课的最新教材 我可以控制他做什么 他就会听我的话 学生利用上课时间玩电玩 然后将电玩制作成影片 最难的是录音 为什么呢 因为会有缺点 然后又要再录 事前写好剧本 可是电玩角色不一定会百分百照着你的意思来演 就是有些那些从外面过来的人 他们进了那个屋里 你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进来吗 没有 我们四个软件 第一个软件就是游戏软件 它的人物的那个演 演那个人物出来 第一个软件 第二个软件我们就把那个人物演出来了 我们就放进声效 那个narration 所以我们用那个录音的软件 过后我们就用了剪接的软件 把那个影像还有声音剪接在一起 但是没有音乐 最后最重要的部分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放进音乐和声效 让整个电影活起来 学校将游戏软件带上课堂 学生们对华文更感兴趣了 平时写作文写一百个字已经不容易 为电玩人物写剧本 学生们轻轻松松的就写了两百多个字 就比如说里头有一场一个失火的 那我就要他们细写 因为对话很重要 才可以把整个文章 带进一个比较大的高潮里面 然后他们就 起初他们就想说救命啊救命啊 然后我就说 你的反应不应该是这样的 那你看到火 反而他们就会深一层去想 然后他们就会把它变成说 喊姐姐还是喊邻居 还是自己东奔西跑之类的 其实学校方面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 除了能够提升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校方也希望老师们也能够接触电玩 更深入地了解 识下学生们的兴趣和想法 好了这期节目就给您介绍到 这里有哪些好看好听好用 好玩的好看科技要再给您介绍 我们在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频道 再见